这是一只可爱的稀释狗狗 它的名字叫Bibi 可喜欢吃白菜了 Bibi非常的不幸 去年它的主人妈妈去世了 所以我收养了它 它已经三岁了 毛有点长 所以今天我准备给它洗个澡 剪一下它的毛发 咱们俩去洗个澡好不好 你的毛有点长 然后我们去 看个镜头 嗨 大家好 我们现在要去洗个澡 然后要剪剪狗毛 这是一只稀释 它已经三岁了 这是专门为Bibi买回来的狗狗洗澡液 些滴几滴在一块毛巾上放在碗里 然后盆里放水 水里再放一些洗澡液 少放一点点 因为我还在毛巾里面放了一些洗澡液 我们来了 准备洗澡了 哈喽 他不是特别业意洗澡 不管怎么样 他是挺乖的 你用手扶着他的脖子的下方 扶着他的前腿 然后从他的后腿开始洗 洗他的背上 他的肚子 他的腿好脏 再洗到他的前腿 肚子是狗狗经常趴着的地方 所以要洗干净一点 他的小爽也好脏 洗他的头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不要让水进入他的耳朵 你看他的小胡子 也是要给他清洗一下 因为狗狗喜欢到处去混别的狗狗撒尿的地方 还有他要拉背背的地方 所以要给他清洗干净 对于我来说狗狗呢 我基本上是每三天到一周 我要给他洗一次澡 洗他的脖子的时候呢 要这样子轻轻的揉 因为这也是经常碰到地面的一个地方 好了 我们的洗泡泡就差不多结束了 水池里面的泡泡水给他放走 我们就可以用清水来冲他身上的毛毛 现在我们用清水来给他的泡泡冲掉 这样子洗澡的时候呢 水不要放得太大 水太大的话会吓到小狗狗 冲他的头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不要让水进入耳朵 还有他的眼睛 水进入眼睛和耳朵的话 耳朵会容易发炎 好了 我们就洗好了 要提前准备好一块毛巾 狗狗从水池弄出来 就用毛巾给他包好 然后轻轻的给他的毛发擦干 这样子温柔一点 也有他好喜欢镜头啊 转过来看了好几次摄像头 擦得差不多的时候呢 就用吹风机用常温吹干他的毛发 他还是挺喜欢吹风机的 尽管我在吹风 但是他很乖的坐着让我吹 可高级了 还用的是带深的吹风机呢 吹完之后再慢慢的给他的毛发出顺 是不是很漂亮的呀 他这样子的毛是不是挺漂亮的 只是说他们的毛发如果留得太长的话 夏天会太热 他不舒服 现在我们要去捡毛毛了 这个抖水的动作是每只小狗都会的 他自己出来了 快过来过来 给狗截狗毛最好是在外面 而且提前准备好所有的工具 准备一个小枕头 让他这样子趴着 用狗笋子扣好他 然后挂在你的屋檐上面 这样子是为了控制他不要到处跑 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也可以用这根狗笋子控制他 不让他转过来转过去的 我们开始截狗毛了 我用的是12寸的狗毛自动截发器 当然我还准备了剪刀 因为有些地方你是要用剪刀来修剪的 从他的背到他的屁股 反正你就看哪里长了 你不喜欢了 不整齐了 就从哪里开始剪 截狗毛还是要很多的耐心和细心的 因为他会动来动去 特别是剪他的肚子这里 小鸡鸡上面还长到好多小毛 夏天太热了 他的肚皮经常趴在地上睡 所以他的肚皮要给他清理 比较干净 剪到可以看到他的肚皮 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能伤害到他的肚皮 很嫩的 现在我们来修他的眉毛 还有他额头这里的毛发 这是他的呼吸的位置 他的呼吸有几根粗的触角 这几根不能剪得太短 这西施狗真的好乖 你看他就让我这样子轻轻的剪 但是他还是有点害怕 他的触角不能剪得太短 因为狗狗闻东西 他就靠这些触角来的 脖子上因为带着象牵 所以我就随便那么修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用推剪来推他 好多毛了 剪了这么一大堆 发生了十分钟 怪不得他会很热呢 现在我们来修他的小手和小脚上面的猫 毛毛要看到他的脚和手的掌心 他有点不愿意让我剪 但是这是必须要剪的 剪完了你才好走路 好啦 一边剪一边梳 让你舒服一点 给狗狗剪毛 就像和小孩理发一样的 要一边剪一边和他聊天 要聊得很温柔 他才会很听话 我还是用12寸的推剪 给他推他的屁股这里 拉他的尾巴的时候要轻一点 这样子温柔一点 要不然的话他会不高兴的 看一下剪得差不多了吧 我一直很喜欢狗 在国内的时候养过很多条狗 但是还是第一次动手给狗狗剪狗毛 我觉得自己动手给狗狗剪毛毛很有趣 你还可以一边和他聊天 一边梳他的毛 有个交流 他会更依赖我 而且还省钱 我不知道你们那里剪狗毛是多少钱 夏乐特这边给一条狗剪狗毛是100到200刀 结束了 太乖了 我们来给一个tree 来吃一个吃一个好乖 好乖 这会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取下来了 怎么样 第一次剪毛毛 剪的还可以吧 剪好了 看一下 剪完毛毛以后是不是变得更帅了 你们喜欢吗 暂时又刷了一下笋子 是他想跑 但是不能跑 地面上有那么多的狗毛 我得花时间整理一下 这次给狗狗剪狗毛 从洗澡到结束 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非常的值得 我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看看剪的怎么样 狗狗的毛就剪完了 今天是第一次给狗狗洗澡 也是第一次给狗狗剪毛 我觉得他是挺成功的 所以狗仔说 请大家继续关注 让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